哈囉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又有一個好東西要分享給你們囉 就是佳妮買了一個化妝台了 終於 因為那陣子我就是沒有化妝台 然後把我的化妝品啊 保養品那類都放在廁所 所以我廁所的櫃檯是完全全沒有位置的 然後就是你知道在洗眼的時候都還很小心 因為怕會弄到別的東西 然後所以我昨天買了一個化妝台 然後今天佳妮想分享給你們看說 我買的化妝台不但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是怎麼放我的化妝品類的東西 所以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吧 OK你們看這就是我最新的化妝台囉 這個化妝台本身是在target.com買的 而且它的用 它就是down to market的是說 像給你當書桌 可是因為我並不需要 所以我就把它當化妝台來買 然後下面這個小小的椅子也是在target買的 然後我就喜歡坐在這個貓貓的椅子上面 然後化妝之類的 但我會選這個位置就是因為它是 在我廁所跟門口中間的一個一道牆 然後剛好是空空的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OK首先你可以看我這個櫃子 小小的像containers 這些透明的櫃子啊 或是盒子都是在container store買的 然後你可以自己拼裝 所以它就有各式各樣的size 因為你可以看它上面這個喔 它是比較長窄的 然後下面這兩個喔 這是兩個比較寬 比較短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兩個黏在一起 就會跟這個 這個一樣的長度 導致它們就可以這樣子聯合在一起 就很方便 所以你可以做各式各樣的style 任你選 所以我這樣子做的是 因為我覺得這是給我最好的 storage 然後上面這一個topper 它就是 就是比較 比較開開的 所以你就可以放一些比較 比較經常用的東西 像我就會放我經常用的保養品 還有化妝棉 並且還有我經常用的像眼線筆啊 或是 唇筆還有 睫毛膠 然後我經常用的粉底 我都會放在上面 因為這樣子我就不用去 在我的粉底的那個櫃子裡面 然後所以我就喜歡這樣子放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我比較經常用 然後我就不用太 著急去 一直翻我的化妝品 去找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放在上面 好 首先你可以看第一個櫃子 第一個櫃子裡面 就會是我的夾雜櫃子 裡面 你就可以看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東西 像有剪刀啊 還有 我放隱形眼鏡的小盒子 假睫毛 那個 眼藥水 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然後我會放在這裡面 就是因為 因為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放 然後 有時候還是會用到 所以我就喜歡放在這裡 這樣子是透明的話 我就可以比較容易找到 接下來可以看下面 再靠 左邊的這個櫃子裡面喔 這個櫃子裡面可以看 就是我的 唇蜜 還有護唇膏 等類的東西 然後我知道佔內 有很多很多 而且我根本就不用它們 但是 這是都好幾年累積收藏的 然後我會這樣子放 是因為前面這些都是比較短的 所以它是可以立體站起來的 我還是可以非常容易關這個櫃子 但後面平躺呢 它們就是因為太長了 所以我就會喜歡它們平躺 這樣子 我還是可以找到我需要找的東西 可是不會耽誤到我能不能關這個抽屜的 在護唇膏旁邊的那個櫃子裡面 就是我單一的眼影囉 這些眼影大部分都是Mac的 或是也有Maybelline也有L'Oreal的 反正各式各樣的品牌都有 然後我喜歡把它們放在這裡 就是因為 雖然有些是兩層這樣疊起來的 可是我還是很容易可以找到 因為如果我雖然看不到顏色 但如果名字我可以看得到的話 我起碼都知道說這顏色是什麼東西 然後是我要用的或是我不要用的 所以我裡面就會有很多無謂不為的 但這樣子我覺得就很方便放 而且你看空位還有很多 所以我還可以買更多 不是嗎 第二個櫃子是在這邊 然後這櫃子上面我就會放我的刷子 刷子旁邊我就會放一些 我比較經常用的保養品囉 像你可以看我有我那個韓國的在後面 前面是我最新L'Oreal上次介紹的 反正這些東西都是也是我經常用的 然後我都會放到上面 這樣子我就也 也是也不用這樣子翻我的化妝品 或是保養品等類 好你可以看上面第一層的櫃子 裡面就會有我的修容妝 以及打亮跟遮瑕膏 然後裡面就是有各式各樣的囉 然後這也都是我蠻多年累積起來的 然後有些還沒用過 可是你可以看有我經常用的遮瑕膏 還有我最新的Shade & Light Palette by Kat Von D 然後這些都是大部分真的都是修容跟打亮 所以我就喜歡把它們放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修容跟打亮都是我覺得 它們是一對的 就像那個Sol & Pepper 鹽跟胡椒粉 它們真的都是一對 所以我就把它們放在一起 這樣子我知道我一定用一個的時候 我一定要用另外一個 第二層的左邊的櫃子裡面 就是我的粉底跟腮紅囉 我雖然很多腮紅 可是我家裡真的經常不擦腮紅 因為太懶了 但我還是很喜歡買 因為我覺得顏色都很漂亮 而且夏天的時候 我覺得會讓你的膚色看起來比較精神一點 但這也真的都是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我累積很久很久都是收藏的 你可以看有我最新的Chanel的粉底啊 還有我很喜歡用的Makeup Forever 然後這些腮紅都有各式各樣品牌 像這前面這個是Victoria Secrets 所以有還蠻多我很喜歡用的 可是就是不經常用的東西在裡面 好在腮紅旁邊的就是我不經常用的粉底了 你可以看有我的Mark Jacobs啊 然後我很喜歡用的Smashbox Primer 反正這些都是我喜歡用 可是不是說最喜歡的 所以我就不會把它們放在外面 因為我不經常用 可是如果需要的話 我還是可以非常容易打開這個櫃子 找到我需要找的東西 最後就是這一個櫃子 這個櫃子裡面就會有我的眼影的Palette 你可以看有我的Naked 3 還有我的Original Naked 還有Naked Basics 2 反正這裡面都是眼影的Palette 因為沒有別的地方我可以放 所以我就把它們堆在這個大櫃子裡面 這樣子我如果需要的話 我很容易一一可以找到 然後也不會耽誤到別的位置之類的 好接下來就是這個櫃子 這個桌子有個櫃子囉 櫃子裡面就會有 沒有很多東西 因為這就是我多餘的產品 或是我需要Storage來用的 然後你可以看我最新 有一些很多假睫毛啊 很多面膜 我都不喜歡把它放在這裡面 因為目前我沒有別的地位置可以放 而且放在這邊的話 我可以非常容易可以找到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空間 所以我之後可能會找個別的方法去 去分類每個東西 這樣子他們就不會太分散 不會太...太...complicated OK就這樣子之後 這就是嘉宁最新的化妝台 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每個東西這裡的就是 化妝台本身還有這個小椅子 我都會在下面的那個information bar 跟你們在那裡買 而且那個款式是叫什麼東西 這樣子你們可以比較容易可以找到跟買到 而且現在Target是有國際的 就是它可以寄到很多很多國家 所以你們有喜歡的東西 我建議Target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可以找到的 But希望你們喜歡囉 OK 這就是我最近最新買的化妝台 希望你們喜歡這種 像就是更加認識我房子 然後我是怎麼decorate我房子的這種影片 之後還有更多像這類的影片 因為我每個季節都想要就是 decorate不一樣的 就是看什麼季節 就往什麼季節去decorate 像我現在就會放很多像 聖誕節類的東西 所以希望你們喜歡這種影片 然後下次見囉 Bye